接下来要上场的 忽兰 忽兰在投球大会上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而且刚才说了嘛 也是个乒乓球运动员 不过以他的自力 没有办法卖老 这样 上来 卖个萌 掌声有请忽兰 大家好 我是忽兰 今天说是运动员专场 但是放眼望去全是综艺卡 在一堆运动员里面 我和庞博上的综艺最少 咱们长幼有序从范明老师开始 刚才说范明老师 说演啥都像行不投 他不光演得像行不投 他坐那都像 我坐到旁边感觉我都像燕小六 刚才说范明老师跟孙兰 人是在节目里面认识的 刚才说了玩那个游戏 什么石头剪刀布赢了 都可以扇对方一个耳光 我自从幼儿园毕业之后 就没玩过这么弱智的游戏 我以为孙兰这个性格 一定义正言辞地拒绝嘛 结果一看两个人扇 那是乐此不彼的 范明老师为了保护孙养 赢了之后就轻轻地意思一下 孙养赢了之后 咕嗡一个耳光轮上去 打得范明老师的脑子 是空空荡荡 却嗡嗡作响 范明老师 人家德高望重老演员 人家说啥了 他说我疼 张子霖模特真的特别好看 然后来了之前 我们又访谈 然后聊天 会发现原来这么好看的人 原来还有文化 我只以为有文化 是我们这种丑人的专利 比如说张老师 你看张老师这个长相 你就觉得 他要是不是个脖子 我都对不起这张脸 好看了 现在好看了 减肥了 断练 今天咔咔练 现在特别瘦了 对吧 我们今天咔咔练 然后我们还劝他 说张老师 请大家岁数了 别这么使劲 还在那咔咔练 脸都快练出腹肌了 别急 还有 张老师白天 练器械 晚上夜跑 因为晚上有的时候 吃点夜宵 就外卖小哥 给送啥之类的 挺辛苦的 我觉得就别让外卖小哥送 就应该让这种 像张老师这样 夜跑的这种人去送 不是爱跑吗 对吧 让你使劲跑 你看他们晒的那个图 那个图的路线 也在那个配送范围之内 对吧 你看张老师今天装备 对吧 挡风又挡雨 然后我们说 王世彭 06年南兰打 斯洛文尼亚 那个最后的压哨三分 那个球我是在电视前面看的 真的是看完之后 泪流满面 欢呼打滚 我当时上高中 我还有个同学 看完之后满地蹦 把腿给蹦折了 去医院医生问他 说你这腿咋折的 他还挺幽默 他说被王世彭 一个球给打折的 医生说这王世彭 下手够狠的呀 其他人没人管 他说所有人都欢呼 说打他太好了 医生说 我觉得你就是欠揍 然后这场比赛之后 王世彭真的投篮信心大增 后来在又一场 中国比赛里面 王世彭又在最后时刻 命中压哨三分 然后中国队输了15分 运动员还躲不过一个事嘛 伤病 王世彭也不容易 2011年的时候 和澳大利亚队打比赛 被对方快250斤的大中风 压在身上 咔就把手给坐舌了 当时范明在电视前 看的那个心疼啊 指着就叫 哎呀他上面又赢 戴亚平老师 我们是自诩为 乒乓球界的同行 我虽然打乒乓球 但我不爱看 中国队总赢嘛 我还是比较喜欢 看这种南篮这种 总是差一点就赢了的运动 中国平常就在身上 搞过养狼计划 就是说自己打没意思 偏向一些外国人 像富原爱啥的 然后养了半天 动不动还把狼给打哭了 狼们 同城一龙提醒你 酒店机票 火车票 在微信支付里面订 就对了 然后我们说说 我们主咖孙杨 再读博士 你知道吗 再读博士 硕士毕业 在硕士论文叫做 第三十一届奥运会 男子二百米自由泳 冠军的比赛技术分析 听着挺复杂的吧 研究他自己的 怎么研究自己了呢 这个感觉就好像是 我写了一篇论文 论文题目叫 研究我这篇论文 是咋写出来的 刚才说孙杨哭啥的 我们看他爬在记者上 特别伤心 哭得真的很心碎 他粉丝也在网上说 孙杨不要伤心 甚至有个乐队 也为他写了一首歌 劝他 没文化的人不伤心 孙杨听了之后 没听懂 孙杨别的不说 长得真的挺好看的 而且我发现 好像搞游泳 跳水这类运动的运动员 好像都挺好看的 我是搞不动 是在水里泡好看了 还是当时教练选的时候 就选好看去做这些运动 就比如说一群小孩 教练就在那边看 说这个长得不错 我启蒙教练就是 先看颜值再看实力 那是吗 你看帅嘛 帅还喜欢打岔 真的 我也小的时候学乒乓球 我不知道我搞不懂 是不是一群小孩 在这边对吧 教练一看 说这小孩长得不错 学悠悠 这小孩凑合 对吧 篮球 这个太凑合了 乒乓球 这个 行不头 没想到吧 孙杨来了 我们肯定得说说 兴奋这个事儿嘛 我觉得是这样的 就是在我们信息 有限的情况下 我选择相信国际泳联 就没有证据的情况下 对一个人进行指控 这是对运动员不公平 兴奋剂对游泳来说 一直是个大话题 当年罗雪娟从泳池里面 出来的时候 说着雨头我身后的池水不干净 我小时候也学过游泳 这话我小时候我也说过 游完之后 后我妈说 妈我身后的池水不干净 我觉得有人偷着撒尿 然后我想说 真的真心祝孙杨门年 奥义会取得好成绩 同时也祝所有的运动员 付出能得到回报 张老师 你可以去送外卖了 祝你的付出也能得到回报 谢谢大家 我是霍兰谢谢 好 棒 棒 后来很久不见你 说话还是这么上期不接下期的 是吧 还是你小时候练过游泳 你游泳咋练呢 你游泳你教练不教你换劲是吗 下一位 王世鹏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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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没到我呢 我没到 我先托付两句 王世鹏之前在微博上确实 大家刚才有人说他脾气不好 爱骂人 吐槽过周琦耍大牌 是吧 还指责他打球不认真 说人家飘 鹏啊 篮球现在需要什么 需要出圈 对不对 你吐槽周琦干啥呀 出圈的要点是啥 你评价蔡徐坤啊 你老平家周琦干什么玩意儿 反正我觉得蔡徐坤打得挺好的